那时克洛泽和一支年轻的德国队再度迈开了他们追逐梦想的脚步 勒夫手下的德国队比克林斯曼时代更加具有竞争力 他们的目标直指冠军 首战澳大利亚 克洛泽又一次在世界杯的首场比赛中就打开了进球账户 他的世界杯第十一例进球到来 当时在俱乐部有些失忆的克洛泽 他简直就是为世界杯而生 一踏上世界杯赛场顿时状态十足 然而第二场比赛中的一次意外事件 暂时打乱了克洛泽的世界杯步伐 他在中圈附近对塞尔维亚队长斯坦科维奇反规 不会吧 不会吧 一向给人留下绅士般印象的克洛泽 吃到了他职业生涯中为数不多的红盘 在没有克洛泽的局面下 德国队还是留住了希望 他们有些艰难的从小组赛中出现 八分之一决赛遭遇老对手英格兰队 结束一场停赛的克洛泽 重新回到了首发阵营当中 克洛泽能不能挤出位置来 打门 球进了 二十分钟 克洛泽代表德国国家队的第五十分进球 遭遇红盘的处罚之后 今天回到了球队的首发 克洛泽 德国的一比零领先 克洛泽为德国队打开了胜利之门 并且他很快又策划了德国队的第二次攻势 由波多尔司机扩大比分 然而在这场经典的英德大战中 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 是随后兰帕德的门线悬案 再后 在德国队大胜英格兰队成功晋级的庆祝队伍中 我们并没有看到克洛泽 那时他正在安慰着在门线悬案中遭遇不公的对手 四分之一决赛 德阿大战 克洛泽迎来了自己在国家队的第一百场比赛 这场里程碑之战 他打进了自己在世界杯上的第十三和第十四的几球 这场比赛 德国队也以4比0横扫阿根廷 像四年前一样 再一次在四分之一决赛中 把相同的对手淘汰出去 再射 克洛泽进球之后 他终于是做出了同班的清理动作 在这场比赛当中 克洛泽独中两元 也让他的世界杯的进球达到了十四个 平了德国队球历史上的传奇人物 盖德穆勒在世界杯的进球处 在盖德穆勒身前 他有十五球的 罗兰尔多的世界杯历史射手记录 可惜克洛泽在冲击记录前的时刻 但失望伴随着希望 给克洛泽的足球生涯 呼吁了新的动力 这动力不仅关乎于最佳射手 更关乎于世界观点 克洛泽的最后一段俱乐部生涯 是在拉切奥度过的 有些出人意料 已经33岁的克洛泽 第一次去国外联赛踢球 第一次来到一家 却没有丝毫的不适 多年来极强的职业素养 让他来之能战 客室空翻 迅速闪亮 一家赛场 在罗马德比中 最后独秒阶段的这起绝杀 让他彻底征服了拉切奥的球迷 一个不可思议的克洛泽 正上演着不可思议的老兵新传 对博罗尼亚的比赛中 克洛泽在40分钟内连住5人 这是他职业生涯以来的第一次 而在对纳布洛斯的比赛中 则上演了第二次公平竞赛的举动 克洛泽在进球后主动承认 自己是用手打进的 进球英无效 这一举动为他赢得了更多对手 甚至敌对球迷的掌声 这就是克洛泽 一个令人尊敬的人 在拉桥 克洛泽拿到了职业生涯的 最后一座俱乐部赛事奖杯 而在国家队 一项项记录 也在他黄金年华的末年 逐一实现 这一球让他超越了打进68球的传奇射手 盖德穆勒 成为了德国队的历史第一射手 更多的愿望留待在巴西去实现 圣像照耀下的土地 克洛泽迎来了自己的第四次世界杯 他与德国队也终于在这里 照亮了属于自己的征服之光 但德国队并非一帆风顺 他们曾又遭遇到 小组赛第二场陷入绝境的尴尬当中 第69分钟 落后的德国队 派上了36岁的老将克洛泽 那是他本届世界杯的第一次出场 仅仅一分多钟过后 克洛泽就再次证明了自己 为世界杯而生 投球 球进了 二比二平 进了 克洛泽 克洛泽打进了本届世界杯赛的第一个进球 这是他连续四届世界杯进球 漂亮 在这届世界杯之前是14个球 现在已经达到了15个球 他追平了 由巴西的传奇进行轮到二多 世界杯进15球的进入 只要德国队停留在本届世界杯上 克洛泽就有机会 克洛泽又来了他的客室空翻 这个动作已经是消失了许久 消失许久的客室空翻 仿佛是一下子冲破你尘峰的记忆 我认为每一个人之后都会在这一半端当打死了 巴西亚成续是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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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1端当 但所有人说得到实惠 那么多我们看起来 这个大户离底下的经济 一终只是许久的数换是成功的 那我没有实现了 所以我对 Thomas的1-0很重要 但是我以后很清楚 我还没有成功 16个进球 世界杯历史最佳射手 带着这样光辉的头衔 克洛泽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 等待决赛 德国人再一次距离大力神杯 如此之近 就像12年前 克洛泽首发登上世界杯决赛场时一样 这场决赛 克洛泽没有进球 他在比赛第88分钟 迎来了德国球迷的掌声 拼尽全力的克洛泽 被比自己小14岁的格策换下 下场时 他对格策说了一句 你可以决定比赛 这是克洛泽最后的世界杯一战 四届世界杯 流转的光音 从24岁到36岁的全部梦想 都轮回到了第113分钟 天国登场的格策 打进绝杀的那一刻 光阴似箭,岁月静好,带着第一射手的光环,克洛泽的世界杯又如烟花般灿烂,就让时光倒转我们的记忆,再去青春里回备那段被世界杯而生的往事。 独中两圆,也让他的世界杯的进球达到了14个。 打门,球进了,这是他世界杯的第11个个人进球,进了,克洛泽的第一个投球,克洛泽小组赛就打进了4个球,就进了,克洛泽围开二度,28岁的克洛泽,今天过生日,克劳斯打进他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5个球了, 东洪带是他的成功绝技,克劳斯,世界杯的第1个帽子替法,完成他的是德国队的11号前锋,克劳斯,他的全名是米洛斯瓦夫·克劳斯,1978年6月9号出生,来自凯德斯拉特。